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注波的基因和泛音 这里的音指的是声波音乐 那基因会对应到我们先前弦乐器上的基频 那泛音的话对应到基频的整数倍或是基数倍 好那怎么说呢 简单来说就是类似我们先前的弦乐器 弦上的注波产生的条件 就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达 在我们的第一章有介绍 稍微复习一下下 就是弦两端固定 那两端是节点 产生的注波两端是节点 中间是负点 那这时候第一张图的话 它只有一个负点 那这个是波长最长的情况 也就是频率最低的基频 那它的显长就表达为2分之lambda 那透过同乘与f 同乘与f的时候 f lambda就会写成v 那最后就可以把l 就可以写成fl等于2分之v 然后再把l除过来 就会得到这个2l分之v 那如果是两个负点的话 两个负点的话 那这时候l下一个注波条件 两个负点频率比较高 波长比较长 那这时候l会等于lambda l会等于lambda 那一样同乘以f 然后f和lambda会写成v 那最后就会变成f等于 f等于l分之v 那刚刚刚的这个f等于 2l分之v 就是差了两倍 这边的话其实是 相当于是2乘上2l分之v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是复习 这个式子怎么来的这样 那今天我们把它应用到 应用到管乐器 不是弦乐器 是管乐器 管乐器没有弦 那它靠什么来震动 发生 靠的是空气柱 空气柱 那空气柱也可以产生柱坡 那它产生的话就是像这样 有分两种 一个是两端开口 一个是一端闭口 一端闭口意思是 另外一端是开口 好那我们先看两端开口 两端开口呢 在开口处的空气分值 它的振动的位移最大 相当于自由端 相当于绳子的自由端 类似绳子的自由端 然后 也就是说它如果要形成负点的话 这个位置就会是 这个位置就会是负 如果要形成柱坡的话 这个位置就是负点 负点负点的中间是节点 所以它形成的坡型 可以用这样表示 虽然它是形成的是重坡 但我们也可以像我们先前 在表示深坡传递的时候 我们用 负点的位移 空气分值的位移 来表示 那我们也是可以定义 这个大雨淋的部分是向右 小雨淋的部分是向左 所以这个坡型其实指的是 空气分值向左或向右 那总之呢 这样子就是它的最长的坡长 因为要形成柱坡 你总是要有 至少一个节点和负点 所以这两边已经是负点了 那中间就有一个节点 这样才会有柱坡 所以这是一个 最坡长最长的情况 对于两端开管的 两端开口的管月器而言 这是坡长最长的情况 频率最低的基因 那我们也会发现 它其实就是 空气柱长度是二分之让达 因为 从这个坡峰到坡谷 长度就是二分之让达 就跟我们的两端固定的弦 的基平一样 就是长度是二分之让达 只是一个是显长 一个是空气柱的长度 那下一个 下一个如果今天频率高一点 坡长短一点的话 左右开口 两端开口左右 两端是负点 那今天呢节点再增加一个 那从这个坡形看来 它也是会长这样 它就会长这样 就是两个节点 然后最两边是负点 它要平分嘛 要对称 所以 就会形成坡峰 坡谷坡峰 所以它整个长度是达 所以比基因还要再高一点的 速波的频率 它的条件就是空气柱长度等于达 那不就跟我们的两端固定的弦 的第二个速波条件一样吗 所以其实同学可能看得出来 其实两端开口 它的驻波频率的公式 就跟两端固定的弦 的驻波频率公式一模一样 所以 我们就可以整理成这样 这样 然后 2L分之V就是所谓的基频 n等于1 2 3点点点点 然后n等于1就是基频 基因 那比基因还要再高的 祝货频率 叫做第一泛音 我们写first泛音 那再高一个 比第一泛音还要再高的 祝货频率 就是第二泛音 second fin 那如果是要用谐音表示的话 就是直接看它有几个半波长 像n等于1就是第一谐音 n等于2就是第二谐音 n等于3就是第三谐音 不是半波长 抱歉是四分之一波长 四分之一波长 也是吗 是半波长没错啦 是半波长 就是第一谐音的话就是 这样是一个半波长 那第二谐音就是 这样是两个半波长 第三谐音是 这样是三个半波长 好 那介绍完了两端开口的 祝货频率公式 我们再看一下 一端开口的 一端开口的话 它的开口端也是负点 那比较特别的是 封闭端是节点 封闭端的空气分子 是没有位移 那个点的空气分子 是位移最小 那开口端的空气分子 位移最大 那它的最长波长呢 也就是最低频率呢 波形就长这样 那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到负点的距离 一个节点到负点的距离 就是四分之一波长 四分之一波长 所以如果是一端开口 一端闭口 它的最低频率基因的条件就是 L等于四分之一λ 那我们一样同成F的话 最后会变成F等于 4L分之一倍的V 这样子 F等于一倍的4L分之V 那再来第二个的话 下一个速波频率 一样开口端是负点 那闭口端是节点 但今天要再多一个节点 所以仔细的去画一下 就长成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是 一个负点到节点 节点到负点 然后再到节点再到负点 所以总共是有 四分之λ 但有三个 所以L等于四分之三λ 那我们一样哦 给它两边同成于F 最后就会得到 F 就会是4L分之V 然后乘上3 所以这个速波的频率 就会是三倍乘上4L分之V 那也就是三倍的基频啊 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公式 它的公式就会是 一端闭口 一端开口 的驻波频率 就会是M 然后乘上4L分之V 然后M是 等一下我写清楚一点 M是1350… 那这时候 这时候M如果等于1的话 就叫做基频 然后M等于3的话 叫第一个泛音 然后M等于5的话是第二个泛音 好这样子 那如果要用鞋音表示的话 就看前面的N 如果N等于1的话 看前面的N N等于1就是第一鞋音 那M等于3就是第三鞋音 N等于5就是第五鞋音 它有点像是看它的这个 几个基频的几倍 基频的几倍就是第几鞋音 那如果是从乐理来看的话 可以产生的最低音叫做基频 那第二个可以产生的最低音叫 第二低的音叫第一泛音 然后第三个低 就是数过来 第三低的音就叫第二泛音 第几鞋音的话就直接看它是基频的几倍 就可以了 基频的几倍就是第几鞋音 好 谢谢同学 哦 好